分享一个经验 我这台电脑 一旦高负载 这个音箱就会发出噪音 电流声 呲呲呲呲的 这两个音箱是接在 这个外置独立声卡上面的 声卡用USB接在了电脑上 轻度使用一点问题没有 但是一旦视频导出 就会出问题 解决方法找到了 放到视频最后 我第一次考虑的是 静电问题 我用电笔在这 发现没有电 在主板面板发现也没有电 没有静电 但是在声卡这个位置 是有静电的 12V轻微的 我用手尝试放电 还有这个声音 看来不是静电的问题 后来又上网搜各种结果 他们说是USB的问题 因为这个USB需要供电 他们说花二三万元钱买一个USB电源分离器 隔离器就可以了 我也准备要买 但是还没买这个原因 找到问题解决了 后来我又怀疑是这个声卡的问题 这个声卡也用了得有几年了 以为它坏了 准备再买个声卡 但是后来证明 不一定是它的问题 但是也有可能是它的问题 这个我不确定 直接说结果吧 是我这个音箱 它有很多输入 其中一个输入是来自这个声卡 用的是那个比较粗的那条线 6.25还是6.35 另外这个PS5的声音通过HDMI给显示器 这个显示器通过3.5毫米的一个耳机输出接口 用莲花头插到了音箱上 也就是这个音箱接收了两个输入 它前面还可以输入 这个没有接 但是我的PS5并没有开 我就没有考虑是这条线的问题 后来我把这条线给它拔了 3.5毫米的音频线给它拔了 也就是音箱只保留 这个声卡独立给它输出 电流的噪音没了 如果你也遇到了这种问题 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方案 但是因为噪音的问题多种多样 特别是这种电脑 响卡高负载 或者CPU高负载的时候出现噪音 很有可能是电脑的原因 或者声卡的原因 或者静电的原因 或者其他原因 这个真不好讲 这个问题是有点 这种问题是有点不错的 不错的 但是我可以想用一下 我可以想用一下